白色的凸对黑色的凹 这种片子不多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狐狐骑士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535集 今天给大家分享 传承系列的汽车大师 这个玩具呢 入手一段时间了 盒绘很漂亮 然后整个完全封闭起来 终于没有外露的部分 那盒子内部的话 它玩具是以卡车 跟这个车头货柜 是一起做收藏的 但是这个盒子的话 我必须要稍微 忍不住真的要稍微嘴一下 这个包装盒是很漂亮 没有问题 但是它这个内部呢 打开的时候呢 我确实是惊呆了 这个打开之后呢 它的内部的样子是这样 然后车头货柜在这里 这个地方是空的 那这里就算了 其他的这个地方也是空的 另外一侧也是空的 也就是说呢 它这个里头的盒子呢 连三分之一都没有应用到 你看一二三 中间这一段 这里还是空的 然后再用这个 这样子 硬是把这个车子固定在这里头 我是这个 节能简单 简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这个盒子 不干脆缩小一点就行了呢 那你说这个盒子 还有什么功能 就可能你就是 可能放一些盒子吧 就是最近一些核心级的玩具 你可能可以放在这一层 上面这一层的话呢 还放不下去啊 你可能拿来收藏一些 小型的玩具 把这张放进去啊 这个就骨血当成是一个包装非常啊 这个就当成是一个盒会非常精美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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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就纸盒的收纳盒吧 虽然一开始吐槽了它的包装盒 但是这个玩具的话呢 我直接挑战了说 非常的不赖啊 是我近期玩过的官方玩具里头呢 最最最最优秀的 嗯 好了 加个之一吧 非常的好玩 首先它的一个用料 非常的扎实 在把玩的时候呢 完全可以用我们的这个 指腹啊 去玩 而不需要用指尖 小心的去捏它 然后关节的紧实度也都是非常的好的啊 各方面来说的话呢 由于是合体的一个本体吧啊 这个关节啊 齿轮啊什么都是非常的扎实的 呃 玩起来的一个爽快度绝对是够的啊 然后这个合体的一个过程的话呢 目前看起来呢 也是比较简单 那各位 你现在看到的呢 是它的一个准合体的一个形象 那因为我们节目的话呢 都是把它大部分都是从机器的逆变回车子 所以我就从最终的一个形态反过来操作 然后会有一块部件呢 啊 货柜的其中一个部分啊 应该是两个部分吧 就这一代 还有上面这把枪啊 是无法参与到合体的 那这个枪的话呢 当然也是可以握在手上 你只要稍微这样错开 啊 一个部分 就可以把武器啊 握在手上了 但是这个枪的话 我个人觉得啊 跟它的本体来讲 怎么看都怎么不搭 感觉还是有点 这个主要是细节吧 这个部分跟它的本体好像搭不太起来 所以我们还是让它以一个炮塔的形象呢 在侧边出现吧 然后各位应该也有注意到啊 这个武器啊 这个武器也实在是太短小了 亏你还是个黑人 但是兵器好像搭不太起来啊 那么我们的话呢 就啊 在这个大合体的情况下 我只有对这个腰啊 稍微不太满意啊 没有齿轮关节比较可惜啊 虽然说它腰部不太需要承受这种平举啊 之类的重量 但是确实是比较遗憾一点点 那么呃 它的这个形象的话呢 嗯 怎么说 就是不需要其他几位成员 它自己已经是一个大型的机器人了 那我们也简单的示范一下 其他几个成员的小合体状态好了 今天的这一款 这个 我又忘记名字 是莽撞吗 还是 还是什么 莽撞对吧 它的一个组合方法很简单 啊 从后面啊 两边都可以了 两边都可以 你可以看到对应的这个地方 它这里有上下 两个凸 对应边也是一样 那这里有两个凸 那就是把它扣进去就可以 而且它扣进去的时候呢 这里是有个弹簧的 按下去之后 你看前面这个 前面这个地方闭锁起来啊 有点意思 那合汇跟这个 合汇跟说明书的 这个腿部的组合的一个 左右脚还是不太一样 但是无所谓 反正动画片里头 它哪个哪个机器人 哪个腿 然后各位知道就行了 它是扣在后面 就完全的 就组合完成 这个组合只是为了 把这个地方撑出来 把它密闭 这个地方是开的 但是如果你觉得 这个地方不好看的话呢 我觉得好像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把它给转过来 但转过来之后的话呢 膝盖就没有办法 做一个正常的一个转向 比较可惜了啊 那么手臂的话呢 我们也示范一下 先前的这一款 抢劫啊 我之前讲诈骗吧 还是讲抢劫 反正我就把它的名字记错了 这个地方是可以解开的 你扣进去之后啊 它就组合起来 把它开的话呢 必须从这个地方啊 因为它比较 比较不好弄出来 你要从这个地方 按下去啊 才能够顺利的把它给解开来 解开来之后也很简单啊 我们就一样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啊 它是有这边 它这里有两个 两个凸 这里有两个凸 那我们就这样把它扣上去 这个先示范呢 它这个最简单的 一个合体的部分 那这个上方也是一样的 这个都有对应的 一个凸跟凹 中心的两个小凸 跟下面的两个小凸 扣上去 那我们的这一款 目前呢 市面上已经能够买得到的 这个汽车合体的成云 就已经扣上去了啊 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还是蛮霸气的 而且这个 加上这个手 加上这个手的 应该变成外挂配件了 它的一个支撑力度 是完全没有问题 彻底彻底能够 支持得住 然后外摆内收 这个外摆内收 在下面这里 还是有的 手肘 一样可以打 这个90度 而且它有一个尺度的关节 所以它这个武器 我是不知道之后 会不会有大型武器 或者配件包 或者是其他各种可能 那这个手臂的支撑力度 应该是 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也就看一下 它这个脚的部分 先前的这个 combine wall的时候 的这个脚 是可以搭上去的 那我先讲一下 我这个汽车合体 那个脚掌我不见了 这个我随便拿一个 这个应该是修了王的腿 我随便组的了啊 就把它给退开来啊 你还是可以把它给扣上去 完全 这个是通用那个卡扣 但是腿的长度呢 没有样长 各位看到了 它这个会变成长端脚 会叠下去 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 如果说你有这个 combine wall时代的玩具的话 你也可以 试着拿过来 跟着一个 这一次的一个 传承系列的 奇特大师 做一个简单的合体 那么总的来说的话呢 这个变形的过程 简单 用料也很扎实 像它好像已经快要结束一样了 那我们现在换了来操作 把它变形成 机器人的一个分体的一个形象 最后再给各位看一下 它的一个背啊 这个背其实很好看 这两个的话呢 紫色的圆弧状啊 我姑且可以把它当时像是两个油桶 有没有这个OP 电影版OP的那个油桶 抛在后面的感觉 那我们先把腿给拆下来 腿的话很简单 从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开口 把它顺势推开就行了 两条腿的话呢 就暂时放到一旁去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正面了 然后把手拆下来的时候呢 是把这个银色的部件的往上推 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手上这一款呢 非常的紧啊 我必须要这样握住 往上推啊 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我才能够把它给推出来 可以说是卡得非常的非常的稳 这个地方 而是这里有一个黑色的一个凹槽 在这里啊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啊 就很紧啊 我要这样子顶住啊 顶住这里 这里往上推啊 才能够把它的这个四肢呢 都给扯下来 接下来的话呢 把它的一个裆部呢 跟本体分开 从这个地方呢 先挑开好了 紫色部件这个地方 把它给打开 因为它有一个锁扣锁在这里 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可以顺势的呢 把它由前后 把它给拆开来了啊 这个到时候也会组成货柜的一部分 接下来的话呢 这个我不得不赞美一下 这一次如果说变形 有什么亮点的话呢 这个车头呢 跟机器人的变化 我觉得没什么 但是你想想看 车头机器人 还能够变成这样子一个 人物的一个胸像吧 这里有一个卡卡扣进去 我们先回复它 原来量 能够变成这样的话呢 我真的觉得这个 是非常非常不赖的 那我们就试着呢 把它给还原 首先的话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 凸跟脑 把它给松开来 松开 然后呢两腿的话呢 侧边打开 打开的话呢 是这个地方 有一个凸 对内侧有个凹 这里 这里有一点要提的 就是呢 这个腿缩短 插进去这里头啊 它是要把这个盖板给打开 然后呢 把这个腿的话呢 插进来之后 扣上 这个时候它的腿就 基本上是无法伸直 它会有一个特定的角度 再往上扣上来 才能够扣进那个洞 各位知道一些都行了 各位知道一些都行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一样先把它给打开 腿部的话呢 整个给伸出来 然后呢 将腿的话呢 先往下放下来 我们先把这个腿的话呢 给恢复它那个 原来的一个形象 它这个腿的话呢 是这里 这个部件 这个部件 再次的把它给打开 然后呢 往这里放下来 它会变成它人物的一个 鞋尖 然后呢 这个部分 后面这个盖板 就脚已经伸出来之后 往回扣上去就行了 然后这个部件的话 基本上没有什么 多大的变化 再次把它扣回这个洞 这样就行了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 这里 摆开 扣得很紧了 然后呢 把这个大腿从里头伸出来 那伸出来就是这个盖板 打开一下 你不打开 好像硬拉开也是可以啦 再把它盖回去 这个地方转到前面来 然后呢 把这个鞋尖的部分 给扣回来 那侧边这里都不用动 这个膝盖的部分回下来 到这边 到这边 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 也是蛮好笑的一个Q版的 奇特大师的一个造型 大家就给各位看一下 这以前老肖都会这样玩 对不对 有脚的机器人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 把这个后面给变形完成 首先的话 这里啊 原本这两个手是扣到这里 是有个凸的 两侧都有凸 我们这时候把它解开 把这个手的话呢 给往上面翻上去 再来呢 往前面 扣回来 这里往下扣下来 这里扣下的时候呢 第一次扣的时候呢 要很用力扣 它才能够扣得下去 拳头在里头 打开来 手转错了啊 你只要手肘 反向就不能转 所以也不用特别记啊 没有问题的 不会很难 这个拳头呢 给翻出来 这个 好 然后你会发现 这个手是转错了 这一边它是正面 那我们记得做个腰转 好 把这个头 你可以先转过来 好了 我只是想要展示一下 它的大头 还是存在这个 一个样子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怎么做呢 把这个部件 后面后面这个部分 给打开 总而言之的话呢 我们要记得 这个人头呢 在缩进去的时候呢 是这样子放进来的 跟这个人物的 它这个人的脸呢 要在人形的背面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个部件往上推 到这里 把它给扣上来 总而言之 记得人脸的话 人的大头的脸 是朝后面的 那最后这个部件的话呢 就很有趣了 直接往后面翻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暴力的 一个背包处理法 直接的就推到后方去了 这边 到这里 走过它的一个头 怎么会这样 好 到后面 那它有一个黑色的一个凸 跟凹的一个结合 在后面 我们把它给往下面 按下去就可以了 到这边 然后这里 又扣上 我们的 这一个汽车大师的一个 Voyage Class 本体的话呢 就完成了它非常 有趣的一个变形过程 大概简单的数 我说明一下吧 它的变法呢 就是把两手呢 提到上面 然后到前方来组合成背包 前后要对调 腰转180度之后 两腿是放到人形的一个 侧边的两个部分 那这个造型的话呢 可以说没有什么破绽可言 虽然有背包 但是造型非常的好看 摸起来的塑胶的质感 也是比较好的 腰身也可以转动 手臂平举 额头肌 手肘弯 90度左右 然后拳头 拳头记得把它给摆正 刚没摆正 然后呢 这个手臂平举的一个 握持力度都很好 包括头的话呢 也有很好的可动 头雕就自然不在话下 这简直是帅到一个不行 出拿到的时候 我还以为是这个 白变胸是里头的 那个黑色的那个 可可怪吧 是吧 这个 这个尖头的感觉有点像 胸口的造型 虽然简单 但是满满满满的一个古早玩具的一个style 膝盖造型做得很漂亮 然后脚踝的话呢 有一个可动 但是它这个脚后跟呢 是比较短 我摸了一下 应该是没有什么机关 脚后跟应该是没有办法再延伸了 所以在站立的时候啊 偷偷的把这个脚的话呢 是有点 有一点击爪腿的感觉 往后再往前 这样一来的话呢 人物的站立性会在 至于呢 武器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刚塔台上面那个枪给拿下 不过我还是觉得这个枪呢 不管是给这个合体后 还是合体前拿 我还是觉得都是比较奇怪啊 特别是这个地方这种 蜂窝型的这个偷胶 是看着让人觉得是非常的不舒服的 不过这个武器的话呢 大剑的话呢 在这个比例上来拿的话呢 感觉就好像还可以了 还可以了啊 我们把先前已经推出过的抢劫 还有莽撞呢 跟这一次的奇特大师放在一起 我在节目里头有提到过 在第一波的时候呢 这一款抢劫的整体表现素质 是那一波里头 我个人觉得是最优秀的 这个莽撞的话呢 也几乎是一样 而这一次的直接挑战呢 先再次的讲一次了 这款奇特大师的综合表现 也是非常不错的 可以很强烈的感觉到 这次官方呢 非常有心的 想要把这个汽车合体呢 做成是一款 嗯 极尽接近吧 目前官方所谓精品级的玩具了 它的提提形态的话 我简单的给各位做个解说好了啊 首先的话呢 这一块部件跟本体的结合的话呢 它是靠着这里 有两个凸 它要去扣进这里 有两个凹槽 那这个扣的时候呢 就是可能要平一点感觉吧 盲扣这样的 因为前方的这个胸甲的部分呢 是可以摇晃的 好 到这边 那么这块部件跟这块部件的话 给各位解说一下 它其中一个是腿的部分 腿的话呢 跟大合体的时候是完全一样不需要动的 然后这个胳膊的话呢 这里稍微跟各位提一下 说明书写的呢 可能大家第一次变的时候呢 不会非常的清楚啊 其他的一个变法呢 就是说变成货柜的时候呢 是整个胳膊是缩短 变成人形的时候呢 是把胳膊给伸长 我们可以先看到这个地方 先把它给整个打正好了 你把这个部件 调出来 我们先把这个部件啊 对翻转你看到没有啊 这是货柜的一个 货柜的一个部分 然后怎么做呢 这个地方 这里不是一个双动关节吗 往上挑过来 到这里 那这里一样 它也是一个双动关节 这里一样推上来 到这边 两个的话呢 去给卡上 这样一来 再把这个部件往上挑 扣进来的时候呢 拳头两侧有两个凹槽 刚好对应这两个凸 这个就变成货柜了 其实就是把手臂 透过双动关节 拉出去跟拉进来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形态下的话呢 它是要折一个 透出角度的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去把它给扣上 它的话呢 这里是有一个凸 内侧的话呢 有个凹 我们假装它已经扣上了 因为我不想把它拿起来 扣上 然后侧边 这里不是有个凸吗 就是扣在侧边这里 扣上去 就完成了 它的一个基地的一个形态 然后按照合会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让七德大师 站在后方 驾驶这一个 炮台 对 Auto 进行攻击了 我们开始它的卡车 变形过程 那我们先把货柜 给拼装完成好了 货柜的拼装完成的话呢 它一样是有 对称的部件 首先是这个腿的部分 组合成货柜的后方 这个比较简单 就顺势往上推 两侧都推过来 这个地方 推回来到这边 应该先推这边 再扣这里 这样就行了 然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两个货柜的话呢 做一个结合 但是呢 有发现中间空了一个洞 然后怎么样呢 用这把枪 这个地方 推过来 然后呢 把兵器呢 给收进去 这里给扣上去啊 这样一来 就完成了我们货柜的这个后面的上半部 然后胳膊的话呢 这个也是比较简单的 直接这里折过来就可以了 这里已经组合完成了 我们一样两个手臂去把它做一个结合 各位应该可以感觉得出来啊 这个胶啊都是非常厚的 内部的话呢 也有一些细节的呈现 然后呢这个 本体这个部分怎么做呢 先把这个地方呢 给转过来 到这边 然后呢 把这个部件往前面 卡下来 我们需要这两个灰色的凸 扣哪里呢 就是这个地方 组合的时候的这两个凹槽 顺势的往前面扣下来 会刚好卡进去 这个官方的玩具啊 这样子扣起来 感觉是非常舒服的啊 然后这先到这里 最后就是把上方 这个部件也比较简单了 你就先把它给打开之后 打开之后 原本这个地方是这样 我们就利用这个双筒框节把它推上去 这样回来就行了 然后的话呢 我们就来开始进行它的一个组合 这个要推到上方来 上方来 好到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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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先先先先先先来做一个 啊不对 这里应该是这样 还要折下来 往上 到这边 好 我们开始它的一个拼凑过程 就是这是它的底盘 我们先把这个底盘的话 给扣上去 那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这个一定是后门对后门 到这边扣上去 这里记得 有时候这里会不小心错落开 好 货柜的后方 很快很大很扎实的一个部件 就完成了 那接下来我会建议 先扣前面这里了 扣这里的时候 它是这样的 这个地方把它给包进去 你看到这里有个形状 那它里头的话呢 是有一个 突跟那的一个结合 在这边 这里有一个灰色的突 对应边 这里有一个黑色的凹 到这边 这样包过来 好 包过来之后呢 两侧上方这里按下来 这个就是我说 为什么这两个部件 要调到这个位置 好扣进去 它扣进去的时候是这里 踢一下好了 它扣进去的时候 主要结合卡扣是 好像 这里 这里有个灰色的凸 扣这里有个黑色的 灰色的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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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的凸 扣进去之后 再把这个部件啊 这里把它给卡进去 好 这个呢 就变成了它的一个 最后的车头 但是在它之前的话呢 它这个武器啊 是可以扣在这里 不是有个紫色的一个凸吗 这里 把它给扣上去 那它这里的话 有一个小机关 就是一个货柜的一个支撑的一个架子 把它给推出来 当然组合成跟货车头组合的时候呢 就是可以把它给拉掉了啊 好 扣上去 这里也是一样的 嗯 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没扣好是不是 我看一下 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我这样长驱植入还不行吗 哎哎哎这样 对啊 我记得是 这样没错吧 我这样扣进去 我还会捅到谁吗 有了有了 进入了啊 这样子 对 一进入就软掉 是哪一张 白色的吗 对吧 好 呃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后半部的货柜的部分 很重哦 而且胶非常的厚实 这个拍下去你就知道 很扎实的 很扎实 非常非常的 嗯 玩起来的手感真的是挺好的 那我们就进入这一款 汽车大师的最后变形过程了啊 拳头的话呢 直接塞进去就可以了啊 啊 一开始的时候呢 稍微有点阻力啊 但是呢 你只要坚持 途径 就可以进去了啊 不管它黑的还是白的了啊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把后面这个背包的话 整个往前面挑起来 这个部件的话呢 往上面挑上去 然后呢 到前面来这里 那我们这个的话呢 后面这个背包把它整个打正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洞 然后这里有一个凸 我们就把它给扣进去 这个地方的话呢 第一次我们从 啊 车子里头拿出来的时候 它是一个 呃 车形态 所以它是已经扣好的 会非常非常的紧 啊 在拔出来的时候呢 是需要 这是 嗯 就是 就是需要一点点 割舍的勇气啊 好 这个 把它给扣进去 我不禁不 不得不佩服啊 这个 现在的这个 玩具的话呢 还能够用 交通工具的形态 做包装 那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 好了 到这里 头到这就行了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进行这个 腿部的变形过程 腿部的变形是这样子 把这个 部件先给打开 然后呢 侧边这里也给打开 后方的话呢 有个部件 这里 一样都给打开 然后呢 把这个这样推出来一点之后 车头翻转180度 到这里扣进去 里头有个部件 这里 应该先把部件翻出来啊 这个 写着一个狂派的这个logo的这个部件 先把它给扣出来 好 到这里 这个地方 接下来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都是一个拼图的一个样式 我们往前面 打过来 到这里 好 先到这边吧 先到这边 先到这边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 那边 如果看得出来 形状就如此了 我们把它给往前面推过来 然后呢 后面的 脚底板 不对 侧边这里先打开 推出去 到这里 后面的这个 小腿后面的这个盖板 翻开 然后呢 推出来 翻转180度 到这边 它这个腿部的变形 可以说 非常easy啊 然后这个轮胎 对了 这个轮胎翻出来啊 我个人觉得不是 不是很容易翻 所以呢 可以这么做 先把这里推出来之后 你有一个手可以去拉住 这个就是大合体的时候 需要用到那个部件 先把它给拉出来 到这边 然后记得 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凸啊 不是 有一个盖板 翻出来 好 到这边 然后顺势的 就把它给 准备组合了 到这里 然后这边啊 刚提过 这个轮胎不好翻的话呢 你就是 先把这里扣开 然后呢 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捏的一个位置 整个玩具都是黑的啊 可能 看得比较不是那么清楚 但它的车头变形的话呢 真的是不难的 那记得这个地方 像这个腿啊 这个地方是要压进去的 压平压进去 像这样就是GG不行 整个把它给压进去 好 到这样 然后再往前面靠下去 到这边 那这里几个主要的结合卡扣了 这里有个凸根奥在这里结合 不对 干脆我们先把车头结合好了 这个变形的话是比较快乐一点 所以就变得比较随性 到这边 好 这个地方 把它给捏进去 这里也是这样啊 已经卡进去了 然后车顶盖 它是不错啊 它这个车顶盖的这个 变形的一个顺序还是蛮蛮 easy 那这里扣进去是这样的 它内部的话是有一个凸 它扣进去这个洞 啊 合进去 那其实也不用不用说到特别特别去对了 也其实也没有必要 因为我觉得它自己会扣的很好 然后这个地方前面有个凸 一样把它扣进去 就上方这个地方 都把它给盖起来 好了 好了 那主要的 主要的 主要的结合卡是这里了 这里只要扣上去 大概车子也就稳了 然后记得啊 后面的这个 我们刚刚提过 这个扣进去这个地方 一定要扣扣 扣紧扣紧 这样整个后面的才会做 才会有一个平稳的一个表现 那前面车头的话呢 这个缝啊 我是 我是极尽所能 就是密合度就到这里了啊 被我玩过的话 这个缝合不起来也是正常的啊 我相信很多人都这样子的 那它的一个背面 这里是有些破绽 但是也不明显 毕竟它整个是黑的 看一下滚动性 可以说非常非常的OK 挺好的 然后我刚在大合体江啊 大大合体状态下 状态下说的 这个像是油桶的东西啊 刚刚在背后 所以它的一个 合体状态下的背后 有一个电影系OP的感觉 除了说 挡风玻璃不是透明部件之外 其实它的一个完整度 已经完成度 完成度也做得很好了 后面也没有过多的镂空 这里的话呢 这个车尾巴 我可不可以说 我看到感动的痛哭流涕啊 这个虽然有个大空洞啊 但是比起这个SS 最近推出的那个GAVA总 后面那个基线的腿啊 乱放一通啊 这个车头简直收纳的是 感动的要流眼泪了啊 那我们最后的话 就是把它的一个 货柜的这个部分啊 这个地方把它给收进去 然后这个凸啊 露出来 这个白色的凸 对黑色的凹 这种片子不多啊 但是这一集你们看到了啊 还不三连一下吗 那个滚动性很好啊 然后感觉吧 硬要说的话呢 就是这个后面这里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它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卡死 它只是 它这个地方就是 放到这儿 它没有办法完全卡死啊 但是就是靠着一个 关节的紧实度 把它硬撑到地上 但是本身货柜太重啊 它会有往两侧 撑开的一个感觉 那后面的话呢 也有做出这个 像门一样的造型 那么整个玩具的话呢 比例来说 是不是车的货柜 是不是稍微短了点啊 如果它货柜能够到这么长 是不是会更霸气一些 但是这样一来 势必又会有多余的部件的消耗 那整个玩具 我硬要说的话 目前那是还没有 还没有把大合体的分数 给算进去了 但是以目前为止来看 我已经非常喜欢了 转过来 你看车子开 这样掉转过来的时候 会露出一个狂派的一个logo 真的是很邪恶 对不对 那就是说 除了我觉得 后柜可能稍微短一点之外 那但是你要加上 一定会有多余的部件浪费 整个当中 我觉得唯一要挑的毛病 就是它有一个多余的部件 就是中间那个指挥塔的那一块部分 就是在人形 就是大合体的状态下 跟单体成员下 都会成为一个 没有办法跟本体组合的一个部分 是比较可惜的 其他的各个 塑胶的厚度 关节的紧实度 人物的造型度 甚至跟其他成员的 这个相似匹配度 做工的一致性 都可以说是官方进行 非常非常优秀的作品 我个人非常非常推荐这一款 我觉得它会是今年非常优秀的 出色的官方产品 各位心有一律的话 真的是建议你把它给带回家 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